有离美秀 姚庸妮与夏宇乔主任的电影《总铺师》 上一台短短17天就已经卖破一亿六千万台币 今天举办庆功记者会 现在还把电影里的创意料理搬上台面 而姚庸妮在《总铺师》里 这双独特的发音备受好评 尤其是唱歌的部分还被女儿郭才杰 窥视天生走音 姚庸妮只好不赶快出来雪齐一下 其实大家有看过电影的也都知道 那个《三八花手歌》我在电影里面诠释的是相当到位 没有啊就是 其实没有 很准啊 我觉得是上节目的时候唱现场的比较没有那么好 可是我在角色里面唱 我自己看电影我自己觉得还好 就是因为唱现场的比较容易走音 所以我们就还是不要 电影破一之后 大家也开始想回馈粉丝的招数 姚庸妮被安排在负责流用的部分 到时候要秀身材 想必不成问题吧 身材上的准备 一直都 应该是 就是我们先准备 让电影破到六亿 对破六亿就准备好了 姚庸妮害羞推脱 孝心有尺度的问题 不过就是她第二部破一喜剧电影 然后你开心轻功 也庆祝自己顺利成为新的票房明星 Soul视频娱乐台报道 大家好 我是哈林 余晨静 你现在收看的是 松狐视频